今天我们学习如何将函数展开为罗朗级数 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直接展开法 根据罗朗定理,在指定的解析环上,直接计算展开系数AN 也就是这里给出了的几分表达形式 那么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下面要介绍一个用的比较多的方法,是间接展开法 根据罗朗展开的唯一性,利用一些已知的展开式 通过一些有理运算逐向求导,以及逐向求积分的方法进行展开 要用到的两个重要的已知展开式 是函数1-z分之1,在z等模小为1上的展开 以及指数函数ez在整个复品面上的极数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直接展开还是间接展开 在求展开式之前,都需要根据函数的起点以及展开中心的位置 将复品面分为若干个解析环 或者是在题目指定的展开范围内进行展开 比如说,假设函数的起点为z1,z2,z3 展开点为z0 那么这四个点将复品面分为四个解析环 最里面的是以z0为星,半径小于r1,而大于等于0的圆环 其次是以z0为星,半径小于r2,而大于r1的环 第三个是以z0为星,半径介于r2与r3之间的环 最后一个是剩下来的区域 也就是半径大于r3的环 下面以例子来说明如何将函数进行螺浪展开 比如我们要将函数fz等于1除以z-1乘以z-2 在z等于0处展开为螺浪极数 首先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 将复品面分为若干个解析环 找出函数的起点分别是z等于1和z等于2 而展开中心为z等于0 这样复品面分为三个解析环 最里面的环为z的模小于大于等于0 也就是蓝色的区域 中间的环为半径介于1和2之间的环 而最外面的是半径大于2的环 将复品面分为三个解析环之后 再来处理函数fz fz可以进行部分分式分解 分解成1-z分之1减去2-z分之1 于是我们可以将函数在每一个解析环内分别展开 在第一个环z的模小于1大于等于0 函数的第一部分1-z分之1可以直接进行展开 对于第二部分提出因子1分之1后得到分式1-z分之1 然后对新的分式在干原环内进行展开 这样第一部分的析数是sigma z的n次方 n从0取到正无穷 而1减去1分之2分之1 可以写成sigma2分之1括号的n次方 n从0取到正无穷 最后得到的析数是sigma 1减去2的n加1次方分之1 n从0取到正无穷 我们看到这个析数里没有出现负子数项 实际上原来函数在这个环玉里是解析的 所以它的螺朗展开实际上就是泰勒展开了 接下来考虑第二个环 半径介于1和2之间的环 在这个范围内 1减z分之1是不能直接展开的 需要提取因子负z分之1 1减z分之1就变成负z分之1乘以 1减去z分之1分之1 在z的模小于2大于1的范围内 从而可以运用重要的展开式进行展开 对于第二项可以直接提取1分之1 因为这是分母中的2分之z 它的模小于1 所以可以直接进行展开 最后写出两个分式的析数形式 第一个是 负z分之1乘以sigma z的n次方分之1 n从0取到正无穷 第二个是 2分之1乘以sigma 2分之z括号的n次方 n从0取到正无穷 此时第一个分式的析数表达式中 出现了负子数项 最后看第三个环 半径大于2的环 在这一个环形区域里 根据对前面两个环的讨论 我们知道 函数的第一项和第二项都要做处理 表达式的第一项 还是提取因子负z分之1 而后面变成 1减去z分之1分之1 此时z分之1的模小于2分之1 是小于1的 可以进行展开 而对于第二项需要提取 z分之1 那么我们得到分式 1减去z分之2分之1 此时z分之2的模 是小于1的 同样可以进行展开 最后得到的结果应该是 负z分之1乘以 极数sigma z分之1 括号的n次方 n从0取到正无穷 加上 z分之1乘以极数 z分之2 括号的n次方 n从0取到正无穷 合并之后 就是极数sigma z的n加1次方 分之2的n次方 减1 n从0取到正无穷 那么这里 两部分分式的 极数表达式中 均出现了负子数项 好 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就介绍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